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今天能代表南华期货来分享一下 就是QF方面的一些工作 首先我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南华期货国际部的总经理理邻邻邻邻 我们在做国际业务过程中 一直说就是打造一个双循环的一个服务 那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从事 从外到内的一个走向海外的国际化推广的一个服务 然后随着QF的新政以及QF新政的落地 以及中国期货衍生预法的一个落地 我们欣喜地看到终于在新货商品 特别是商品期货终于迎来了 可以接受海外客户的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在我们早在2014年 在海外第一家就是南华期货的海外的恒华国际资管 拿到QF牌照的过程中就一直期盼着 能够有自己的海外的衍生品服务 给到海外的客户进入中国 那么201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的期间 那么随着期货衍生预法一点一点的跟随国家政策的讨论 以及逐步政策的落地 那么我们终于可以迎来了就是我们认为期货事业的一个春天的一个到来 可以看到就是这张图 就是期货和期权在中国发展得非常的迅速 2021年可以看期货市场累计的成交量已经高达了75亿首 这个成交量比起证券就是大证券小期货 但是可以看到延伸品这个品种在多年来它的那个上涨势头还是非常的迅猛 另外还不包括就是场外的一个衍生品的一个成交量的统计 在期货衍生预法中已经比较明确的把场外期权已经含在了期货的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相信这一块的成交量将会做出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地位的成长 对于南华期货来说引进外资服务进入中国参与衍生品市场的主要的一个服务的方式 我们有三类主要的客户 一个是通过国际化的品种 就是中介海外中介交易会员的一个支持 第二个就是QFID新增落地以后的QFID的方式 还有参与的就是原先的乌菲 以及PFM的万质机构参与中国的方式 那相比对比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仅在投资范围上 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QFID业务新增的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灵活性 资金的灵活性和投资工具上面 就是QFID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它突破了国际化品种从七个品种 那么我们衍生到了十多个品种 基本上满足了海外机构对于大的流通性的商品期货 以及期权的一些90%的客户的一个需求 QFID的定义就不多讲了 前面的专家已经介绍了很多的一些尝试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期货市场 在这个新的参与的过程中 有原先的股指期货提现套保 增加了股指期权 以及商品的部分的商品期货 以及部分的商品期权 还有另外就是跟我们相关的 可能就是ETF的股票指数的期权 指数期权以及股票期权 我们也希望在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有两个ETF的期权 也是备受海外的客去关注的 等到它的一个落地 在这些认可的品种之中 就是在商品交易所 我们共分为大连商品交易所 郑州商品交易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能源交易中心 以及中金所 这五个交易所中这些品种 就是不一一类数 在这个成交量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些品种已经非常丰富的 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里其中看到中金所 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希望的 就是国债期货的这个品种 我们也正在关注这个品种 因为大量的金融机构 它可能也比较关注这个品种 最后监管的一个如何落地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 中正的一千和中正一千的 两家证券交易所 也看到就是我们可以 可以就是比较关注的这个品种 因为细则还没有完全的 如何的一个解读 我们希望跟律师事务所 下一步进一步的沟通 QP申请的流程 这里也不再一一简述吧 就是它的门槛要求 看上去也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监管 它的怎么样把握的尺度 最终我的理解就是 它是否真正意义的 最后的一个窜透到 是拥有人的一个把握尺度 以及你的财务以及资管规模 还有就是你在前期的历史上 是不是有一些良好的记录 在监管把握尺度上面 就是以律师为主 这个是QP入室核的一些流程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作为海外的机构投资者 我觉得首选它的合作伙伴 因为在从申请的过程中 它的合作伙伴靠不靠谱 也直接影响了它的效率 以及在主托管商 就是在申请的过程中 你的产品的主托管商 以及它这个每一步运作的过程中 那么合作合适的合作伙伴 决定了你进入中国的 这个摸的石头够够多 这个是我们多年从事 WeQP服务的一个最大的体验 因为虽然你看这只有事部 申请备案 从账户的开立 最后审计师 会计行 经济商 这个在最后决策的过程中 因为你的系统 以及交易 以及你的入门的过程中 如果说你选对了合适的合作伙伴 那么你是非常幸福的 如果你选错了 那你这个过程就非常的痛苦 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 跟我们合作的合作伙伴 大家都鼎力支持 然后跑得非常的顺畅 QP涉及的相关的费用 主要包括这几个就是托管费 然后在交易过程中 交易的佣金手续费 还有就是你在进出 汇兑的时候的一个审计 以及相关的一个税务的支持 税务的政策方面 我还没看到 就是具体的商品的 这个税务的政策 我们也希望得到非常明细的指引 下期在培训的过程中 能够得到很明细的一个监管的 一个税务所的支持 那么看上去就是说 增值税需要获得的是 10%的资本利得对 就是偏向于证券的权益类的产品的话 它的税率是如此 商品类的税率到底是怎样 因为商品是刚刚打开 还没有一个落地的一个经验 我们也是在看 这里提到就是互补通的话 是明确是零费率的 就是利得税是零的 南华作为一个Q费服务的 就是作为我们国际部 是主要的一个对接的一个窗口 那原先我们一直在从事 走出去的这一步 现在就是引进来的这个服务过程中 我们这个是我们大致的一个流程 在这个流程过程中 就是说你在Q费获得知识 然后在进行开始起步交易的 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做到 就是两个月内 可以让它全部的启动 然后在期中范围内 我们其中把一些 可以前续对接到的 以及支持到的服务 是往前进行了一个推进 就是客户引进来 在这个过程中 它涉及到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服务 那么在谈的过程中 我们肯定是要一一落地 等到方案全部实施 在方案全部落地的过程中 我们注重的是抠一些细节 抠这个细节 比如说这个客户是属于哪一类的支方的 还是交易方的 以及它的是跨境套利的 还是互换的 还是其他多种的一个品质量的需求 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方案一定要做好 做夯实 那一旦落地以后 那么它推进的效率 因为QFIT的业务涉及到经纪商的各个部门 以及交易结算封控 还有一些系列的报表的服务 以及实盘测试 一些数据的支持 这都是非常重要 因为QFIT它会涉及到 我们有些客户在测试的过程中 可能你完成了以后 拿到牌照 测试就花个一两年 这都是比较常见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项全部都往前推进 那么让他拿到牌照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就开始实施正式的开户 然后七周累全部完成 整个的单子的交付和流转的过程中 所以国际部就承担了这一方面面的一个牵头的一些工作 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支持到的交易系统 这个主要是针对外资的交易系统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市场上主流的一些交易系统 都是可以见到的 另外就是我们多年打造了一个 供应给全球客户的一个托管的机房支援服务 我们在上海 上海的话有七个机房 而且这个机房是随着交易所的不断的一个变展 然后第一时间去不断去调整的 第二个就是在海外的话 我们也打造了一个海外的一个交易系统 因为不同的可能我们跟其他公司比起来 我们更多的是在于专业级的客户的一个细节上的服务 所以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 我们大部分承接的一些飞标的业务 可能就是飞标的一些交易上面的一些支持 可以通过各式的一些飞标的服务进行 它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在每一个机房的一个速度 以及低延时 以及Ticker的数据 以及急速的行情 以及我们优化网络和交易系统上 做到比较细微和直至的一个服务 这个是我们在为QV服务的过程中 依托我们在海外的整套的系统 可以做的机房的一些支持 而且整个IT的架构过程中 我们是全球是统一服务 同一个内外同一个团队进行支持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为跨境套利的客户 提供到第一时间的一个支持 还有就是目前为止 除了接受中国的期货交易所之外 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依托香港 我们在香港的一个主机房 在美国的话是芝加哥的主机房 在新加坡有一个主机房 包括我们在英国的主机房 都是根据客户的速度的落地点 然后选自他的那个交易的委托的主机房地点 这是一个交易服务的一个支持 因为存在QV服务的一些特殊性 所以我们对客户来说 在约定保证金和风控的标准过程中 就是不同的客户可能更多的执行的追保墙平线 以及就是在因为境外的客户有一个时差的问题 那我们也同样就是7家244小时的一个服务 以及在海外的一些受信 以及追保墙平的一些细节吧 这里就不在意陈述 这里讲一下就是交易所的特殊的交易规则 因为客户主要的一些 期货交易跟证券交易有不太一样的 就是国内跟境外的交易的客户的话 它很多的细节需要解释 比如说CTA的交易过程中 它涉及到一户一马 这是国外的客户不可理解的 那么还有就是持仓限额的预警 交易限额的预警 异常交易的通知 以及相关的节价和调整 我们可以做到在一张表内 把所有的通知和细节就是以中阴的方式 就是给到客户 以及它的一些指令 因为非常多的 就例如中国交易所有瓶金 瓶着 这些都是细节跟海外都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有些不同的国家 它可能不同的客户应对的 它系统里面设置也是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交易规则的一个服务的团队 另外对于乌菲的对接的话 因为匹配到QV境外的客户的不同 随着10月份的政策落地 那么我们也成功的对接了几单 就是从海外的资金对接到公司的 国内的一些无非的客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和新加坡目前的资管牌照 就是已经成功的把公司的一些牌照业务进行了一个串联 那么南华也是有商品背景下拥有公募基金牌照的期货公司 它在做资产管理牌照中 我们可能根据不同的资金的来源和需求 就是跟公募基金合作 或者海外的几家资管公司合作 甚至国内的私募公司合作 在整个南华的框架体系内进行一揽子的一个服务 就是资方和交易端的一个对接服务 这个是我们给到客户的一些深度的历史数据的一些支持 就是在它成为QFIT的过程中 或者说已经开始私事交易的过程之中的一些附带的一些服务支持 这里提到就是南华云的服务 这可能也是市场上比较唯一的一些 衍生品公司打造的一个服务 我们最后把南华云这项服务 现在通过升级的话 我们已经可能近期会改成叫南华通 那么通过云端服务的话 FTP上传以及大量的数据的一个回测 它的因子它的策略上的一些回测 以及API的实施行情和基金评价的就是中国的海外的客户 特别是资方 它如果要挑选在中国的合适的基金 那我可以采取南华自家打造的一些基金评价系统 进行一个筛选 市场上就是看到的南华商品指数服务也是 通过我们在从2004年开始 已经经历了将近20年的一个编制 南华商品指数在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的客群 那么我们在这个指数中 其中主要包括南华综合指数 工业品指数 农产品指数 对标市场上的蓬勃商品指数和标普的高盛商品指数 我们南华商品指数有它独特的一点 那么我们希望 目前我们把商品指数也放在我们的厂外风险管理子公司 进行了一个厂外的一个交易标的 用于各个私募公司 以及特别海外的 在编写它的海外商品指数的过程中 涉及到中国商品指数 如何做它的超额 它的策略的过程中 那么很好的应用我们的商品指数做一个对标服 所以这也是我们提供给海外的QP的一个服务内容 这个是我们在商品指数过程中的几个产品 这个是我们公司目前在期货行业的 它已经成为一家综合金融性的服务商 跟银行不同 跟正确公司也不同 南华期货有它非常独特的一个优性吧 它是自从96年成立以来 它是成为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有南华基金配套 以及公募基金配套 以及衍生品公司的 厂外衍生品公司的配套 以及在海外的这一块 我们布局了新加坡英国美国的一个清算业务的一些配套 所有的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同一个班子领导下的各条业务线的并行 所以在优势上面 就是说可以为客户提供一战式的金融服务 那么在服务的项目中 就是有南华目前分为了境外的期货业务线 以及风险管理的业务线 财富管理业务线 以及境外的金融服务业务线 目前的QV的这个业务线 是属于我们引进来打造的一个新的 它主要包括的是QV业务 以及境外的中介的经济商业务 以及国际化品种和跨境收益互换的这几大类型 所以凭借我们的这个优势的话 相信在未来的合作伙伴过程中 大家就是相互的一个信任 然后给未来的QV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持 好 谢谢大家 这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和相关的一个海外的一个APP的对接 给到大家更多的信息支持 希望在扫描以后可以慢慢的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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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